中国女排名将朱婷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大众的目光。当众人以为她已前往斯坎迪奇报道之际,一则照片的出炉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在北市大上课的同学在社媒晒出了朱婷上英语课的照片。从照片来看,朱婷一人坐在边上听着老师的讲课。下课后,还和老师走在一起,有说有笑。谈到朱婷,大家的关注点肯定在于手腕的伤势。 这张照片中,朱婷的手腕处依然带着护腕,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,看来朱婷的伤病还没有完全的康复。之前朱婷就曾表示,自己已和国家队主帅蔡斌进行了伤病的交流,决定退出亚运会和奥运会资格赛,并会启程前往西班牙进行后续的治疗。如今现身北市大科堂,也说明朱婷还在准备前往海外康复的一些事情。 新赛季,朱婷会继续加盟一甲的斯坎迪奇俱乐部。相较于上赛季,本赛季斯坎迪奇女排更加的兵强马壮,随之而来的就是比赛激烈程度的增加,他们已经获得了参加24年欧冠的机会。 这也是朱婷时隔多年重返欧冠赛场。而在休赛期朱婷日常都做一些什么呢? 其实,朱婷在近期做出了生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朱婷本人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深造,朱婷在课堂中认真地听课做笔记。 北京师范大学也是袁新月和郎婷等人的母校,朱婷也算是进一步深造,攻读硕士学位,需要让自己不断提升,为未来能够完成更好的蜕变奠定基础。 朱婷也有望深造后复制郎婷成功的轨迹,成为中国女排第二个郎婷式的人物。 对于朱婷而言,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手腕,静等24年的亡者归来。 然而就在朱婷安心养伤之时,外界却吹了一起不良之风,多次对朱婷进行造谣,比如朱婷移民瑞士,朱婷没有前往北轮看望队员等。 更有甚者还直接制造假图,逼得王云露和刘彦涵都亲自下场说明。 当朱婷晒出前往北轮看望女排队员图片后,就有人表示该图是合成照,并晒出了自己询问王云露的图片,试图证明自己言论的真实性。 不过,随后遭到王云露的打脸,王云露直接表示这不是自己的说话风格,求网友把自己屁得好看一点。 此外,刘彦涵也表示自己从没说过和朱婷不熟之类的话语。 朱婷不参加亚运会和奥运会资格赛确实会引起一些纠纷和非议。 但她已经为中国女排效力了两个周期,且两个周期几乎都是全勤,没有任何一丝休息的时间,手腕的伤病也是因为劳累所致。 所以请大家让朱婷好好休息吧,等到伤病恢复之际,自然就是她回归之时。 所以说,看到朱婷如此勤奋努力积极上进,真的对于中国排球来说是一件幸事。 在职业体育层面,朱婷已经有了很多实践经验,在通过不断夯实的理论知识,让自己不断强大起来。 朱婷未来是完全有可能在结束了运动员生涯后,再去转型成为教练员的。 我们能够看到朱婷持续进步,持续为中国排球贡献力量的决心的。 这一点要比张长宁的选择更加值得我们钦佩,这真的是一个值得中国女排人心振奋的好消息。